沈慧宏 中选 周江杰 中选 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沈慧宏 和民进党新竹县长候选人周江杰 两人合体出席台湾客社的演讲活动 两人先后致此阐述理念 也获得台下热烈的动算声 在过程当中还是要来谢谢 为台湾民主奋斗的这些前辈 他们也对我们大家的选情 都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 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 像对于我们的美中贸易战 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 对我们的前辈们说明一下 也争取前辈的支持 在所有的合作当中 县市一直都有合作的平台 就像包含我们的智慧交通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合作 那也共同跟交通部 去争取经费跟预算 所以我非常谢谢 每一位在自己岗位上 要努力的同仁们 也看到他们有得到很好的效果 但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合作 从来就不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停止 这是一个我们 对于新竹县市民众 最大的一个承诺 105天的时间 在新竹县的选举 非常艰困 但是周江姐从来没有放弃 而且选举的结果 开票结果还没有出来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新竹县正于20年来的发展 我们停滞在民主进步党 上个世纪执政时期 提出来的政策跟愿据 二十几年 国民党持续的不断提出这样子的愿据 但是做不到 年底的选举 11月26号 剩下9天 是不是能让周江姐 在未来一个新的 我们金元代工 我们科学园区 我们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有一个国内产业新的格局下 在新竹县的发展 如何能够跟上 这个宝山 以及未来龙潭科学园区 三期的相关的计划 这都需要一个 具有格局 具有远见 具有未来破坏能力的县长 能够配合我们中央相关的 产业发展的策略逻辑 学术界挺沈慧红 周江姐两个人在这次中 也提到新竹县市 共同面临到交通产业等等的问题 期望未来在原县市一体的前提下 共同为新竹的未来来打拼 记得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